高雄市長陳其邁到的 管縣安全辦公室專心聽取簡報 2014年震驚社會的高雄八一氣爆擊 將屆滿10年 如何維護高雄市民成了重點 高雄氣爆隔年8月是否成立 這一間管縣安全辦公室 24小時全年無休 推動多項管縣管理政策 包含實施管縣維韻查核 管縣數據數位化 引入大數據以及AI技術 推動智慧實化 不管是災害發生時的救災調度 還是透過AR技術演練馬路上 管縣破裂的應變處理 確保高雄涵蓋14個行政區的71條 地下工業管縣可以安全無餘 而市長陳其邁也看中 管縣業者對規定的配合度 市府強調管縣業者 需提報管縣維韻計畫 以及前一年的總結報告 每年更針對14家業者定期查核 不讓氣爆慘劇再次重演 華視新聞參謀劇傑林告訴報導 哈囉 我是張蕙琦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boredom 逮捕 2010-10 記者 commanders